歡迎來到小星星講房產 今天要去哪裡看房子呢 今天天氣忽然變得很熱 從花蓮回來以後 就無心工作了 一直遺留在那個 如仙境般的一個環境 真的太舒服了 不過呢 今天這個王老師呢 又跟我們分享了一個 他最新接近來的一個案子 我對於就是 他的一些案子 如果是普通的房子 我可能就算了 就是最近有點累啊 新工作啊 所以推脫 但今天他說這個房子不一樣喔 是豪宅 沒辦法住豪宅沒關係 但是有可以看嘛 看就不用錢 所以我們就想說 他既然要分享豪宅的案子 我們就去看一下 這個案子好像在中路計畫區 所以我們就繼續往中路計畫區走 Let's go 既然在中路那就停我家走過去好了 來 出來了齁 我們現在在 向公園前面 他那個房子呢 在永安路上 我們就過去囉 旁邊這個是金茂一號齁 屬於豪宅的建案 這個是金茂一號齁 是最新的齁 在他旁邊 所以 他單價也不便宜 我查了一下網路齁 39到43萬 已經蓋到四樓了 走走走 那邊那個呢 有兩棟 那個叫宜城地利 剛落成 還沒有實價登入 那他的開價是 36.5萬 實際成交價不知道 但是開價36.5萬 蓋得非常好看 非常漂亮喔 指標 然後這邊呢 就是 整個中路最貴的區域齁 沿著這個 這個叫像 這個叫 蜂河公園 這邊都35起跳到40幾萬 像那邊這個 都蓋到25樓 甚至還有更高的齁 圍著這一個區塊 是目前這一個區域最貴的 真的蠻貴的齁 然後這邊有這種高級的 這是桃園最貴的別墅 看起來真的很高級喔 看起來真的很高級喔 然後這邊有一個新的 建案 建案 李天鐸的 昭陽建設 開價38萬7 光他的接待中心 看起來就很歸喉 他旁邊也有另外一個案子 這個是怎樣啊 這是 這到底是餐廳還是接待中心 我看一下他賣多少錢喔 這是怎樣啊 這根本是餐廳 在這邊啊 這一棟 開價31萬7 31萬7 但是他那個看起來跟餐廳沒兩樣 來看 陸也有這種 網球場啊 足球場啊 運動 就是運動公園喔 所以 這中路運動公園 所以運動的部分 小孩子也可以來這邊跑跑跳跳 還不錯 那邊有個案子叫加深運動家 我還看多少錢喔 我已經成屋了齁 二月份有成交兩筆 都在三樓 二十五點八萬 一個是二十五點八七萬 二十六萬 一月份也有成交一個五樓 低樓層呢大概在二十五、二十六左右 那高樓層呢 已經到二十八都有了耶 就那一個 在體育場的正前方 哇 這邊價格其實也不便宜 我們再繼續走 一條就是大興西路 連接國道二號的主要聯絡道 這是六十米寬的一個道路喔 然後總共應該有十線道還是八線道 這邊有幾個建案 都是蓋得非常指標型的 那王老師要推薦的房子 就在那邊 君鼎會 我們跟他聯絡一下 進到裡面齁 我們一定要先戴個口罩 不然現在也怪 是非常嚴格 這感覺外牆用的建材還不錯齁 全部是花崗石 我們的王老師出現了 欸欸欸欸 你今天又穿西中 打內褲帶 對啊 這是 這是豪宅耶 是豪宅阿 我聽到豪宅我就有興趣了 我們喜歡看豪宅 趕快來看一下 可以進去嗎 那我們繞一下喔 所以他進來 車道進來以後 有分兩邊 這邊是 沒有是獨棟的公社 宴會廳 喔 這一棟就只有宴會廳 對 沒錯 那可以看嗎 可以啊 那我們看一下 什麼叫做獨棟的宴會廳 欸欸欸欸 怎麼那麼 這是飯店還是什麼 也當飯店就好 也這麼高級 你們先看這個好了 這是什麼 這就是宴會廳嘛 你如果辦私人派對 可以請外貴 在這邊做準備 這是準備室啊 對 準備室可以再來 對面這個 對面這個 哇 這是怎樣啊 這是住戶都可以用的 還是建設公司來招待 VIP客戶用的 沒有 這個是這房子的一個特色之一 一個特色 所以一般的住戶都可以租借 對 欸 你這個飯 一塊桌要花多少錢 總不能叫人家吃排骨飯吧 可以啊 還沒有 沒便宜啊 哇 這是怎樣 等一下 這是 這是自己 這是住家了吧 住家這個大的螢幕啊 這可以做啊 唉唷 欸 要是有機會可以住 住在這種大房子蓋得多好 蛤 這只是公社而已 對 真的假的 公社搞成這樣 好好好 喔 欸 所以只有這樣子了吧 不只啊 還有 還有很多 你看看 我們去二樓看一下 唉唷 走走走走 這 這是怎樣 這是 二樓 喔 打麻糬的就對了 欸 千萬不要公然劇毒喔 哈哈 這個是 一張是娛樂 娛樂用的 這邊什麼 廁所 喔這廁所啦 對 OK 喔 欸這個很私密耶 對 對 在這邊 要幹嘛好像都可以 還有床 握擋 嘿嘿 健身房有100坪 真的假的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嗎 可以可以 走走走 這是怎樣 欸 每一間風格都不同耶 對啊 其實跟飯店其實沒什麼兩樣 我摸一下就知道 啊 這個不是真皮的 喔 欸真的 這個 裝潢的非常有質感耶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做的嗎 這個我摸就知道 這瓦片 這個是餐盤 這餐盤 對 你看 鋸成一半有沒有 把它疊起來 嗯 喔 這設計師應該 是個廚師轉行 哈哈哈 它是特別漂亮 欸這個是 飯店的拉比吧 這太誇張了 對 這也是 而且那邊還有造景 對 小橋流水 喔 這生生不息的象徵啊 裡面還有人投錢耶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它這個都請知名設計師設計 嗯 欸 你最近怎麼都有辦法接到這種豪宅案 他就 朋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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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有介紹 光這個拉比就值錢 就值了 欸 進來以後 這邊是梯廳 對 梯廳也太大了吧 對 這是梯廳耶 梯廳啊 哇 哈哈哈 欸 這果然是豪華 所以從這邊上去嗎 對 它是一戶一梯廳 一戶一梯廳 對 一戶一梯廳的意思是什麼 左邊跟右邊嘛 這右邊電梯我不能刷 所以左邊跟右邊是獨立的 對完全獨立的 但是它還有三隻梯 一隻梯在這裡面 它是傭人在專用的 這是果然 對 貧窮限制了我們的想像 去看一下停車場長什麼樣 還好 王老師 認識了他 才有機會 我們才有機會 來看什麼叫做豪宅 進來 欸 欸 現在Toshiba的電梯 好像比較少 沒看過Toshiba的電梯耶 已經 現在很少了 哇 欸 這也是 屌耶 居然有人 地盤是貼食材的 然後它這個設計有規劃四個貴賓停車位 喔 停車位還有貴賓停車位就對了 一個規劃四個 欸 你看這個停車格 居然是用食材的啦 欸 那也太重 就是豪宅嘛 是不是 那一般是用這種Epposite 也是環養素質的 然後 停車場都有裝潢喔 欸 不是假的喔 我們就看一下車道 就變成環養素質 對 Epposite的部分 然後它是雙向的 對 它有雙向可以匯車的 那這 車道的部分用車道磚 對 比較耐用 有一些那個用 嗯 柏油 它可能用個幾年 它就開始剝弱了 對 像這個就可以撐比較久 對 當然成本比較高 欸 停車場第一次看到有用食材了 他做比較飯店式的廢話 三樓 三樓 三樓有什麼 三樓的話就是它的那個健身房 健身房 嗯 擺平地健身房 跟細水池 細水池 好 健身房 看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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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人的健身房 跟我們健身房 差太多了 對 這邊還有一個休息的地方 喔 有跑步機嘛 然後 設備還蠻齊全的 對 該有的幾乎都有啦 還有重訓的 對 想要練肌肉的話也可以來嘗試一下 我上次去看過一個那個健身房更屌 它是在頂樓 哇 那看出去是整個無邊際的感覺 這個也不錯 它剛好是看樹梢 這看出去露宿是樹梢 看出去是這樣 那還有嗎 還有還有 在這裡面我就不想出門了 劉翰呢 劉翰還怎樣 桑拿 這個也太豪華了吧 一般都淋浴 就只是淋浴而已 結果這個是這樣 唉唷 這是女廁 這是男的 哇男生廁所耶 看一下 不錯 這是廁所 這不是廁所 這淋浴間啊 淋浴的 就是我們來運動的時候會有個淋浴 廁所在這裡啦 唉唷 這也太屌了吧 廁所看外面 哈哈 沒有這可以拉 我邊拉 然後可以看外面的view 不錯 未來對面應該是不會蓋起來 嘿嘿嘿 你可以每天來這裡看夕陽 然後邊拉一坨 從健身房這邊出來 它外面這個門出來 空中花園 就是一個真正的空中花園耶 它這有棧道 然後有這個植栽 園藝做得非常好 這個人家這個 果然是有花錢的 就是不一樣 我過這一個 就到剛剛那一棟的頂樓 對 它有一個時間 哇塞 真是劉姥姥逛大館園 喔 這是一個細水池就對 對 就是夏天可能它會放水 然後讓大家在這邊玩 對 那邊可以洗腳的 在那邊 這等於是算大露台了 對 等於算是社區的露台 對 這樣子 這些設施太豪華了吧 真的 可是這樣管理費應該會爆表對不對 等一下再來分享一下 哇 每次進到這個電梯喔 就好像來到了什麼VIP室耶 我們去看什麼 R樓還有R樓啊 頂樓 空中花園 哇 去看一下 哇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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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自己開啊 這個叫多功能室啊 哇 可是它就是一個交易廳啊 哇賽 對 但是你看它的view 哇 發電的頂樓就是這種規劃 真的耶 好讚喔 這看出去就一望無際 那邊就中正義文特區 欸 頂樓這也太屌了吧 好讚喔 從這邊就可以 一覽無遺的 這種view多好 對啊 其實有這種交易廳喔 你就不用 一直要買高樓層 嗯 對不對 你如果想要去高樓層 來這邊就好 對啊 還不用自己花錢嗎 吹冷氣還不用錢 吹冷氣不用錢 吹冷氣不用錢 它裡面也有廚房耶 對啊 就是帶朋友來的話 可以在這邊吃吃喝喝嘛 欸 你怎麼從來沒有 帶我們來這邊吃吃喝喝啊 我就還不是住戶啊 趕快加油 我們靠你了 喂 這邊還有空中花園 這就真的是空中花園啊 哇 哇 從這邊往 這邊應該南邊了 南面看過去 幾乎一覽無遺了 這條路就是永安路 對下面這條就永安路 然後 我們就看到這一棟 哇 這是什麼 雲世帶是不是 雲世帶 然後隔壁地利 這一棟就剛剛我們有經過 地利 移層地利 然後再過去 峰河公園看得到啊 有 欸 峰河公園 這個是 呃 紅苑 對 啊這個是金城的 金城泰然 金城無遺啊 金城無遺 對 然後這邊就中越 中越 哇這整個view真的太好了 然後往西邊看呢 剛剛有看到那個中越對不對 那中越的旁邊那個就是 雲朵 何輝雲朵 白色黑色相間的那個 那這邊也有個中越美術 美術什麼的 美術公園 這邊是景都柏越 那下面就是剛剛那六十米寬的大行星 整個是景觀真的超棒 哇 回到現實 那個景這麼棒 欸 我們到現在都還在看公社是怎樣 沒有 他沒有買房子 他只買公社是不是 你委託這屋主是只有買公社 豪宅不先看公社 豪宅就是要看公社 那叫豪宅 那叫豪宅是不是 看一下 還有 還有 看一下另外一邊是不是 什麼日本的設計師設計的 真的 很有名的 那邊是怎樣 那個露台是要爬上去啊 可以上看啊 我看一下也好 一號是 往虎頭山啊 小快溪那邊看過去 風真的很大啊 頂樓就是這樣 好 整個桃園市區就是在這邊啊 欸 王老師 不要想不開耶 我們買不起沒關係啦 不要這樣子 留著青山寨 不怕沒柴燒 哈哈哈哈 欸這日本設計師設計官不一樣喔 沐嶼可以可以 終於可以去看房子 我們已經繞了很久 像在繞迷宮一樣 喔 豪宅就是不同 這電梯 15人 15人坐的電梯 對 所以他這一層一戶 一層一戶 一層一戶一梯耶 一層兩戶 可是每一戶都是獨立的梯廳 每一戶都獨立的梯廳 等於他把它隔開啦 對 那這樣子也是一樣啊 就是一層就是自己獨立的 自己用 對 超屌的 第一次看到這種 全新的啊 全新的啊 完全沒住過 完全沒住過 哇 這全毛配 這太扯了 還有回音耶 但是你看喔 他的窗戶 開多大 嗯 每一戶的窗戶都開的面積非常大 喔 都是大面寬的一個窗戶 因為他每一個面寬的窗戶 都是一間房間 齁齁齁齁 你去看嘛 幾個窗戶就可以隔出幾間 齁 所以幾個窗戶就可以隔出幾間 那假如我不要隔那麼多間 我這個一整個是一個客廳的意思耶 對 你看嘛 客廳 這邊是家衣的房間 啊 廚房 對不對 喔 哇 那這個就是一個房間 嗯 可是他還有一個廚房間 嗯 他店都幫你配好了 喔 那那個是 連廁所都沒有耶 哇 這就是純毛胚啊 真的是毛胚 四間廁所 嗯 佣人房在哪 佣人房在那個後陽台的隔壁 還有庸人房喔 所以庸人房反而已經隔好了 我們去看一下庸人房 也是毛胚 連庸人房都是毛胚 但是 看一下 它比較暗一點 後陽台 工作陽台啦 這是庸人房 對 庸人房 庸人房 其實也蠻大的 只是 欸 這一間給我住就好了 可以啊 這個我就夠了欸 欸 王老師改天 欸庸人自己都有自己的獨立廁所耶 有 欸 當這個庸人還不錯喔 庸人有自己獨立廁所 哇 當他的庸人好舒服喔 OK 然後 要倒垃圾的時候就從不就出來 喔 倒垃圾有垃圾的管道 對 庸人房裡面打開 你看 喔 這邊還有一個庸人房的後陽台 對 他的工作陽台 然後那 這邊的話是逃生梯嘛 欸 逃生梯 這邊的話就是要進到 進到剛剛那個貨梯的地方 呵呵呵 喔 貨梯啊 對 獨立的 剛剛你看門就關起來了 所以這是第三梯 梯是給 呃 庸人倒垃圾 或者是貨梯用的 噢 塞 真是大開眼睛 陽台也太大了吧 這是怎樣 你看這個門打開之後 它會彈出來 你看上面 喔 它這樣彈 沒有整個 喔 它就退出來然後再往前 欸這很特別欸 這是 這是什麼牌子的感覺很高級 我講真的我不知道 我看不懂 但是應該是進口的 進口的 對 出來 喔這陽台太大了吧 欸 這陽台比一個房間 我們現在一般的房間還大 真的 看出去的view是怎樣 景觀 景觀 好景觀 欸 黃老師 這一定不便宜啦 對不對 真的不便宜 你看它的整個建材的用料也好 還有剛剛進去 有沒有看到那邊 SRC的結構 真正鋼骨的結構 光是看到那個 就先加幾萬 沒錯 就先加幾萬 所以這個房子是屬於我們中路這邊的真正的豪宅 對 我覺得可能比中越還高級 呃 它建材用的比中越還好 建材用的比中越好 因為光是看外牆貼磚就知道 中越都用二丁掛一般的磚而已 對 雖然說它用的磚也比較好 但是它也是一般磚 這不是 這是舊材 整塊花鋼石下去貼的 對 從頭貼到尾 從頭貼到尾 有一些是面前面是貼這個石材 後面就用那個磚 但是它全部都是 但是它的二丁掛用的材質也是相當好 也是用相當好 然後最重要是它的這些公共設施 太屌了那些地方 所以應該不便宜對不對 大概 你一直講不便宜 那多少錢啊這樣 它的瓶數加起來一百七十幾瓶 一百七十幾瓶 含車位 含車位三個喔 這樣多少錢 這樣開價四千五百八十萬 四五八零 四五八零這樣攤下來一瓶多少錢 大概三十出頭 三十出頭 那也正常的開價啊 所以你 它可能是瓶數比較大 瓶數比較大 因為瓶數比較大 所以到四千多萬 它是不同的買家 比如說 大部分的人買兩千多萬都沒問題 一般的像中路的四房兩千多萬 像天地 兩千多萬就買得到啦 對 可是它瓶數就沒這麼大 當然是一百多瓶 對 我們就是它的幾乎就大 光是這一個陽台 大氣 真的 這邊可以放一個那個陽閃有沒有 真的是大氣 就客群不太一樣 客群不一樣 今天就是因為王老師帶我們來看這個 真正豪宅的樣子 因為我去看過一些房子它也是毛胚 可是真正毛胚到這麼毛胚的是少數 連廁所的管線 只是拉管線還沒隔 真正的豪宅才會這樣做 像中越它還是有做廁所 但是你想一個房子如果它要做SRC的豪宅 在我們台灣本身的建築業裡面 本身就算少見 大部分都只有做到一到地下室到二三樓而已 像中路移層建設第一 對 它的SRC結構只有做到不知道幾樓而已 嗯 不是全啦 不是全SRC 這個是全鋼 這是全SRC 全鋼骨的 你看它的鋼梁的梁柱 就很 很粗用 但是它好處是它比較不會那麼粗 嗯 什麼它好處就是 就是那個梁啊 喔它比較 它比一般的RC的梁還要細 對 真的 但是它的承載力跟那個 韌性 韌性會更強 抗震能力更好 這真的是不錯 不過這個管理費應該也是不便宜 對不對 如果跟豪宅比起來它其實也不貴 一坪一百二十塊 一坪一百二十塊 但是總共加起來連車位是大概約一萬六 一萬六 那就是千萬不要在那邊酸來酸去罵來罵去 因為這不是你們買得起的房子 哈哈哈哈 這不是我們買得起的房子 有錢人他想的跟我們不一樣 一層就是獨立的梯廳 然後獨立一支梯 然後還有庸人房 庸人房還有庸人自己的廁所 跟他自己的逃生體驗 其實你想喔 現在其實很多台商回來 可是他並不知道有這種產品 他們還在鎖定中月 但是其實當那些台商知道有這種產品的時候 其實他不一定 四千多萬其實對他們來講 買這種房子是非常超值 真的耶 所以這一個現在在釋出就對了 在釋出 那有興趣的 直接跟王老師聯絡了 我沒有賣 OK 那我們今天感謝王老師帶我們來見識見識 這個房子真的是太扯了 居然進來完全沒有東西 只有電線 連廚房都沒有 你看線都給你弄好 這廚房也沒有 所以晚上來也沒辦法拍 沒有燈 沒有燈 OK 好喔 那我們期待下次王老師再帶我們來看 這種高級的房子 你看他連這種低樓層的都還有做這個防水 消防的 這果然是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超多人問我湯姆森這一台咖啡機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 每天都要來一杯 研磨咖啡 難道我們只能選擇 綠掛式或者是吉隆咖啡嗎 這台湯姆森電動研磨咖啡隨行杯 滿足你挑剔的味蕾 不只可以自己選豆 還可以調整咖啡豆的粗細 自己的口味自己選 最重要的是它不用插電 讓你隨身帶著走 到山上就喝高山咖啡 到海邊就喝海景咖啡 是不是想要來一杯可口的咖啡享宴呢 原價1,990 現在廠商特別優惠 990塊喔 喜歡喝咖啡的人 歡迎多加利用喔 影片下方有詳細資訊說明喔 哇靠 你都看完了 還不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吧